大家下午好 我在演讲的题目是 全面云画向Cloud Native 方向眼镜 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十年 全网的Network 整个网络的眼镜带了最大的变化 也带到很大的收益 从此我们看到 现在大家都在向云画眼镜 所以我们相信 这个云画在我们未来的时间 对这个网络架构也会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 这里面包括网络架构的变化 将来是以数据中心为中心的网络 来改造我们现在以占点为中心这样的网络 另外就是在所有的这些业务网源 都将变成云画的网 这些云画的网源 它在架构上也会做很多变化 同时最终结果上来说 它会带来整个网络的敏捷 让我们的云商的网络 能服务更多的业务场景 服务于不同的行业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分析的 就是对这个全面云画 我们认为是需要分三个阶段 分三步来走 这里面第一步就是虚拟画 第一步是虚拟画 然后第二步是云画 第三步是 Cloud Native 我们把它分成这样三个阶段 就是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 比如说第一步的话 它是实际上的 是一个软硬件的一个结合 第二步的话 就是说在这个 Cloud Application 这个阶段 首先它这个业务架构 都做了一些调整 使它更适用于云 它这个在业务架构上面 它能够把这个 把这个数据 就是这些控制数据 能够和这个 控制逻辑 分开 这样更适应于 这种云的弹性的 这种要求 另外一个 在可好性方面 也有很多增强 就是说把这个数据 拿出去之后 它这个业务 任何节点过上 它都不会影响后续的业务 另外它在这个资源编排 和自动化方面 都会有很多这种改善 另外在这个第三个阶段 我这样把这个业务架构 做了调整之后 它这个 在部署上面 这个灵活性方面 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另外在这个第三个阶段 我们那边会走向这个 这样一个阶段 因为我们在第二阶段 主要还是在这个资源方面 在资源方面 做了很多这种 这种改善 就是说能够重用资源 能够去坦性的 部署这些资源 但是这样的话 并没有带来新的这个 业务的价值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 第三阶段 要有这个 对于这个 有新的业务 新的业务的生成 并且能够联合的 适应于不同的业务场景 这才我们才是我们 原划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 创造价值的这个 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在第四个 需要有这样 第三个阶段来去 更加灵活的 去编排这些 这个原子化的网友 去创造新的业务 我们把它这样 分成这样的三个阶段 另外我们再来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从那个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这个 这样一个演进 首先它是一个 从虚拟化到云化 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从一个垂直的 垂直的垂直建设 这种虚拟化的一个 场景 变成这种分层的 分层的 云化的场景 第二就是 从以沾点为中心 在网络建设 变成这个 以数据中心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网络建设 这样它带来的这个 要求的话就是说 要这个 人的本身的建设 和这个业务的建设 是分层的 也就是说 这个我第一步建设的时候 应该是考虑这个 数据中心是怎么来建设的 这个数据中心是怎么做的 然后在这个数据中心 叠加这些业务 去另外组织这个业务的网络 所以说这个 带来的这个好处的话 就是说 首先这个业务 它在不同的数据中心间 是可以牵引的 第二就是说 它这个 对于云商来说 业务层 和这个零五云层 可以选择这个不同的厂家 选择最合适的厂家 来做这些事情 就是从那个 虚拟化 向那个云化 这个演技的过程里面 其中一步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再看一下 就华人在这个 就是 云化 我们说的第二步里面 这里已经做到哪些事情了 就首先的话 就是这个业务架构上 做的调整 就是说 把这个所有的控制数据 都已经挪到了这个 数据库里面 这些数据 这些所有的 规划的这个状态数据 都已经在这个 数据库里面 这样的话就带来的好处 就是说 任何一个节点故障 从业务 从其他节点上来的时候 还都可以继续这个业务 第二个好处的话 就是说 我这个 在进行弹性 破缩融的时候 我增加了新的业务节点 或者是减少了新的业务节点 他都可以马上投入业务 因为他而且 前面的业务 是不会中断的 尤其在缩融的时候 缩融的时候 就把业务节点干掉了 那他这个 里面的这个数据 已经存到数据库里面去了 所以他 减少掉这个节点 后续的那个 呼架 后续的心灵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得到处理 这是在那个 人这个阶段 这个可怕性方面的事情 另外就是说 在那个 弹性方面 还有这种弹性方面 都已经做了很多 这个工作 他这个可以做到 非常平滑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说到的 刚才说到的 第三阶段 就是Cloudative 这个阶段 我们首先看一下 Cloudative 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的 就是说 Cloudative本身它是一个 就是云化的 成功经验的一些总结 这里面它包括的内容的话 就是说 包括在这个方面的变化 这个方面的一些 架构模式 就是我什么样 什么样的架构模式 是适合云的 什么样的软件模式 是适合云的 这些都已经有很多 这种经验 包括在IT界的经验 互联网的经验 还有CT界 原来已经聚会了 这些经验的总结 就是包括那个架构的 软件模式的 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项目管理上面 同样也会在这个 和那个Cloudative 和传统的事不一样 就是我们怎么样 能够快速的去想 那个想应需求 能够把那个 软软软软的做到自动化 去把这个项目 能够让开发人员 聚焦于这个软件 本身的开发 另外在组织设置上 设置方面 也会有些要求 这都是Cloudative 这个内涵里面 需要去实现的 组织设置 还有能够是 匹配这个业务架构 因为在这个 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架构里面 很快就能够 这个架构模式 是微服务 这个微服务架构里面 它是要把这个 每个功能拆解成 跟其他的部件 相对独立的这样一个功能 这样的话 这些相对独立功能 就需要有相对独立的组织 去承载它 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保证 它这个微服务的架构 不被俘化 由这个单独的组织 去定性的开发 这样的话 可以保证它这个 微服务得到执行 另外就是在快速交付方面 那这个 包括组织 在这些得到实施之后 还有自动化的一些工具 还有这些组织 文化的一些设置 这些都会影响 这个我们交付 交付周期这个 缩短 这个要求 这个缩短 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我们 把这个Cloudative 再稍微抽象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软件 技术方面 已经有了很多进步 所以在我们这个银化 任何非这个软件里面 要去采用这些技术 利用这些成功经验 来去打造我们 iF的软件 这样它最终是 达到 就是我们所愿能上瘾 第二个上瘾之后 它的DFX能力 它的可耀性 可微物性 是非常好的 第三个最终的目标 文部底 还是说 它的交付周期非常快 是可以加低这个提前 这是Cloudative 我们的一个理解和内涵的一个解释 那么怎么去做到Cloudative 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有几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微服务 就是微服务 就是我们软件 因为软件本身现在越来越庞大 这个它带来了开发的 非常大的一个难度 但是我们 而且我们 这个开发人 开发人员 他人的这个 就是处理软件的这个能力 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 还是每个月 还是这么多代码行数 那这样 在这个软件规模 持续膨胀的情况下 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大家想到 可能有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 拆解化 拆解的更奇特利 它更容易去 每个人都更容易去搭建这个代码 但是这个 我们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也会提到说 这跟我们 简单的模块化有什么区别 像我们在原来做模块化的时候 也在拆解这些 这个网络 拆解这些固件 但实际上 它这个关键的拆解 就是说 微服务 它是一个捷偶的 跟它其他的所有的固件 都是非常 所有的这样的固件 而模块化 它是一个 完全一部分功能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把这个 先进这一部分 拆出来是一个模块 然后医药处理部分 是一个模块 但它这个 创建之间 还是有很大的模块的 所以它 即使做了模块化 并不能完全提高效率 所以还是要用 微服务这种方式 来去提高这个效率 同时它这个 之间的模块 没有之间的模块 它也可以独立体开发 独立体上限 然后它这个 提前的模块 当然 对微服务来说 它也会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 它可以把它拆成更多的服务 那它会带来的 就是说 你这个 服务的管理会比较困难 第二就是说 它那个 我把它真正 装装器 交付一个整个业务的时候 这个 这个也会带来麻烦 所以主要的话 这个要 首先 微服带来的好处 然后避免它的缺点的话 就还需要有 更多的自动化的工具 一些那个 组织流程的变革 来去支撑它 才能够把这个 微服务的这个价值 发挥出来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点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 在这个 我们这个 它是包括这个 就是说 在对于平台技术的一个支撑 我刚才说 对于那个 微服务的这些管理 治理 都属于平台能力的 另外 另外一点 业界现在说的比较多的是 一个容器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现在就是说 一定要用容器来支撑这个 NFV 而是把这个事情 跟大家探讨一下 做一下这个对比 就是容器本身的话 它带来相对的虚拟机 带来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部署的效率更高 就是它这个 部署速度快 但是它同时带来的 也有很多缺点 就是说 它的那个安全隔离性能 那么好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它那个 就是那个 变重化成功能 那么高 就是我如果是做一个 跨厂家的容器部署的话 就很困难 特别说这个 运营商选择了一种容器技术 那大家都要 follow这种容器技术 才有可能跑他们去 这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现在 还不是使用这个 容器这个特价的一个 实力 因为它现在这个 容器的这个技术 还在很 还在发展 还有很多种分支 还没有统集到这个 大家共识的一个 一个基本案来 这样的话 它这个还是很难 在这个 这个跨厂家的这个环境里面去部署 另外它就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 这个除了这个 这个价格方面的变化 在那个 我们组组的流程上面 也要去做适当的调整 才能去 达到我们去 降低一期田 这样一个目标的 这里面的话 就说到就是说 我们首先从那个 业务的定义 到最后把这个 软件交付给 这个交付给运营商 这里面都是汇设到很多 这个环节 那这些环节 我刚才我们也前面提到 下个银行车也能够服务 那它这个 把它拼装起来 把它那个真正的去上线 这都有很多过程 这里面如果是 都有人去做 这就会带来 这个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不如 不能提高效率 反而降低效率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就是说在这个 整个过程中 还是要有这个 自动化的工具 这个自动化的工具 从那个开发人员使用的工具 把它图属 上线 测试 这个从端端端 这样一个自动化的过程 来去这个支撑 我们快速的这个 提供 提供 提供业务 交付业务 持续交付 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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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能力 另外的话 刚才我们在那个 卡尔利特里面提到一个组织 组织的话 就是我们 传统的组织的话 它是开发人 开发测试 然后那个 还有后面很多 这样持续的一些过程 是一个串进的过程 这样的话 它带来这个 这个交付周期 就会很长 而且这个 就是它这个 最终的质量 是靠这个 把这个 所有的东西都串起来之后 才能保障 都统一编译之后 才能形成这个 最终看到这个结果 然后呢 刚才我们提到的 架格上的变革 能够支撑 让这个每个团队 自己独立 独立 自己交付自己的服务 它里面 有测试员 也有开发率 这样的话 它每个独立的 这个团队 它都可以去交付它的 这个交付件 这样的话 它这个交付过程 是有保障的 这样的话 就可以持续的上线 每个组织 都可以把它自己 开发的结果 去做这个 做这个上线的活动 当然这个 这个是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说 vendor跟运营商之间 还是一个 B2B的交付关系 所以还不能完全 都是说 开发人员直接 不可到这个 运营商的 这个网络上去 所以它这个过程里面 实际上是在这里面 是一个 西线化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不同的组织开发完之后 在这个 面墙运营商之前 会有一个 极限化的过程 这样一个极限化之后 它形成一个 可以商用的 稳定的版本 这样交付运营商 但是它的每一个需求 都是可以进行 独立的开发的 因为只要是 只要是到了这个环节 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可商用的 所以这样的话 可以快速的交付运营商 这样的话 它这个交付周期 可以大大的做的 我们前面讲的那么多 就是我们讲了 ClubNative 然后已经要实现 然后Native 要做很多事情 包括组织变革 还有这个 再过调整 做这种事情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这里面的话就是 我们最终带来什么结果 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样的需要 就是说 所以我们把这个 做成为服务之后 最终是为了发挥 Native 本质的价值 Native 不是为了 节省资源 而是为了创造新的业务 服务于更多的行业 所以对营商来说 产生创造价值 并且对于社会来说 也是原来一些私有的网络 也可以用营商的网络来实现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它里面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是说 它把这个服务进行拆解之后 在那个 按照应用的需要 来进行组装 当然这里会涉及到一些 关键技术 包括一些怎么样 去组装之后 能够提升性 包括一些共享接触 一些服务之间的调度 这样一些技术之后 能够把这个 就是说 组装之后的这个业务 能够服务于不同的 要求的这个场景 比如说这种 高烈叶的场景 低时间的场景 或者高烈叶的场景 这种 还有那种高可信 高可信的场景 这种不同的业务场景 通过拼装来实现 这样的话就是 我可以在这个 把营业商的这个 通用的网络 变得更利用 服务于不同的 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行业 这样的话可以 创作更多价值 然后下面就看一看 就是我们现在 就华为公司本身 现在已经在做的一些实验 就是说 新的 现在一些新的业务 现在已经是按照 这种方式在做 包括通过这种新的业务 爱国和IoT 和ICP这样的一些业务 新的这样一些业务 来创建 把这个整个 整个段段的这个流程 打通 同时对这个 就是这个组织 组织文化 还有这些这个 组织流程的设置 都已经那个 流程的话 进行垂变 然后另外就是 现在已经 现在我们运营商 本身的这些业务 这个现在已经 到了这个银化阶段 后面的话 也会慢慢向 那个 然后像一些 成熟的这些业务的话 这个现在的话 还没有这个规划 但是最终的话 这个所有的 随着这个 时间的推移 都会像 达到了 这种程度 能够快速的 向运营商提供业务 同时这个 那个开发秀里面的 成本 成本 就是 从软件的 软件的成本来 行吧 那那个 谢谢大家 我讲的电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Hartston sensitive 谢谢大家